你好 歡迎收看7月25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瑞慧 今天的花蓮防疫記者會是由秘書長張憶華 衛生局長朱家祥來說明 目前花蓮縣疫苗施打的整體覆蓋率 同時也呼籲鄉親趕快預約來施打 另外疫情警戒還沒有完全降級 而且即使降到二級 大家還是必須遵守個人的防護措施 而在東大門夜市則是維持外帶不開放內容 花蓮縣政府秘書長張憶華表示 正對花蓮縣政府莫德納疫苗零計畫 也提出讓江青了解施打的規劃 花蓮縣莫德納疫苗 所謂的將借這個剩餘量 我們來看看 7月29到8月2 這是我們計量庫子是零 8月2號會盜取這個210 這都是目前已經指定類別預約必須留著 給已經完成這個相當類別身份的人 來必須他們到時候必須讓他們完成施打 另外東大門夜市部分還是維持外帶服務不開放內用 東大門夜市維持外帶不開放內用 那麼我們會把東大門夜市裡面的遊戲攤的攤位 讓他們恢復營業 那麼娃娃機這個攤位的業者 必須派一名人員來助手 實施實連制 隨時針對攤位內的機台做消毒 因為每一個人去接觸他機台的時候 那麼他手沒有做消毒 那機台部分一定要消毒完成才可以給下一個 那個遊戲者來使用 這為了確保安全 對近期因為工作或是學業有出國擊破性的鄉親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公告在已施打低劑疫苗的情況之下 政令第二劑施打對象為 有出國以及擊破性急需 前接種者 報告外交或公務奉派出國人員 以及代表國家隊出國的運動員 選手等等 莫達娜疫苗已經接種低劑 且符合間隔28天以上者 AZ疫苗也接種低劑 會符合間隔為8到10週後 方可接種第二劑 記得收看 觀眾朋友